那么另外在中国方面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执政几年以来 不断地强调要依法治国 他还有最高法院院长都多次地说到 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个案子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但是几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 不断地出现严重违反刑法 刑事诉讼法的抓捕宣判维权律师的案子 那么尤其是在上个周末 河北张家口是再度上演了 先抓律师在搜集证据的司法肥皂剧 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 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到节目现场 谈一谈这个案子 那么海涛我首先问你 能不能谈谈这个案子的基本的情况 那么张家口司法执法当局 为什么要先抓人 然后再张榜求线索 我们在先介绍这个案之前 现在有一个张家口公安局 他们告诉这个辩护律师 告诉被招的律师叫武权 武权有个辩护律师 是北京的叫黄汉忠律师 张家口公安局告诉黄汉忠律师 就是说现在网上流传的 这个所谓张家口公安局的这个布告 是假的 那么我们先说这个布告 布告就是上周末出了一个布告 说是我已经把这个武权律师抓起来了 那么现在为了更好的依法办案 那么我们要求向社会上征集 武权律师的所谓的这个犯罪的这个线索 以便我们更好的依法办案 那么它的落款是两个 一个是微信的电话号码 一个是短信的电话号码 那么这是张家口公安局的 就是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到 那么现在问题是就是说 有一个公布然后公安局说这是假的 那么律师去找到这个公安局 就问这个事 那么公安局说应该是这样 你人家说你公安局散布了一个假新闻 你如果是这个假的 认为公安局是认为假的 那么你就应该以公安局来出面 来澄清或者是来 而不应该让人家这个被告的律师 去去到底下的派出所去报案 而这张家口公安局 让人家大家到派出所去报案 现在整个的来龙去脉 大概情况就是这么样子 那这个东西使我想到是 海选演员一样 现在是海选线索 那么我想问问你 就是公安局的这个做法呢 它到底违反了哪一些这个法律呢 咱们先说这个 就是假如这条消息 真的是张家口是公安局公布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武权律师呢 他所在的这个线叫玉线 是张家口和山西大同和北京之间的 这么一个线 属于河北的一个线 它要隶属于张家口市 那么张家口市的这个公安局 这个所谓这个布告 如果它是真的话 那么它就违反了三个法律 第一个是刑事诉讼法 第二个是刑法 第三个是我们大家所说的宪法 就有关人权这个保护的这个 在中国按照刑法也好 刑事诉讼法也好 一个被告人 你要被抓起来 必须是公安局先侦查了 有足够的证据才抓他 你不能说先把这个人抓起来 然后再让他上电视去认罪 或者是让他在这个 我们再去搜集这个 所谓的你犯罪证据 我们去居委会 去街道 去当事人那里 去知情人那里 再征集你的这个 有关你犯罪证据 这个做法是完全是 就是和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文明的这个法律 和宪法都是背道而驰的 那么说到这个做法 就是抓人上电视认罪 以及先抓人 然后再去找他的 这个犯罪的线索 那么这样一个做法 反映了中国这个执法 和司法当局 他们一个怎么样的 这个思维方式呢 就现在来讲呢 就是尽管习近平主席 你刚才提到了 他一再地强调 要在每一个案子当中 都让老百姓 让人民群众感受到 公平和正义 那么你如果 你不要说案子当中 你先把律师 都把它处理了 那你这个老百姓 在这个案子当中 首先就没有人来 出面给他来辩护 如何来体现 这个公平和正义呢 想体现在一个案子 公平正义 你必须先给这个律师 有足够的这个权力 有律师保障 他足够的人权 和他的辩护权 然后这个律师 才有权力 有能力 有资格 为他的这个当事人 来进行辩护 你有个什么事 你先把律师抓起来 他当事人完全是 就处于一种 无助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很多海外 评论人士 他们都认为 一个国家 你要先从 你要想依法治国 先从这个律师 的待遇来说起 你如果不给律师 他让他辩护权 你根本这个 一般的当事人 他根本就更是 什么权力也没有了 只有任人 这个宰割的一种权力 所以这个呢 在如何对待律师 是整个这个世界 这个潮流当中 就是在这个 所有各国的刑法 刑事诉讼法当中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么这个司法方面 去放榜求线索 这个消息到底是 这个做法到底是 真的还是假的 你掌握了什么样的 这个线索 我们今天就跟 那个黄汉中律师 来联系 黄汉中律师说是 他不能说 他现在我正在和公安局 和他们正在讨论了 我就问他一句 我说黄律师 你只给我们说一句话 你说这个公安局 征线索的这个布告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就说一句 他说是公安局的 告诉我们这是假的 那么然后公安局 让我们到底下那个 这是张家口 是公安局刑警大队的 一个朱姓的大队长 还有一个刘姓的 副大队长告诉他的 那么他就 他说你们可以到 底下的派出所去报案 他就到派出所去 询问这个事情 派出所明确告诉他 对不起 今天就是周四 我们不能回答你 你明天再来吧 这个很蹊跷 就是如果张家口市公安局 被人的捏造了 这个信息遥远 张家口市公安局 应该自己来出面 来澄清 我们没有发这个报道 而不应该让这个底下的人 去到底下的派出所 公安局派出所去报案 他报什么案呢 他本人也并没有受到什么 因为你们公安局是受害者 你们公安局应该出来澄清 而不应该让底下的普通居民 普通的老百姓去报案 而且他去报案 对方也拒绝他报案 说今天不能报 对啊 你只能明天来报 是 好的 那么非常好 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 来到节目